宫请 神农大帝一十妙经 宫请 神农大帝一十妙经 宫请 神农大帝一十妙经 神农大帝宝告 至新归命理 教民驾塞 拓荒开田 掌握三农 养育民生 五股真宰 后继祖皇 清肠百草 辨别性能 分叛要功 一宗要王 解救温央 匡扶设计 高则悠长 立即离术 万民须赖 詹恩无穷 德配穷仓 宫村造化 威灵赫赫 功德黄黄 千秋景阳 万古流芳 大悲大怨 大圣大慈 普渡皇陵 神农大帝 少典太子 开寒眼傲天尊 水相赞 仙天真水 敬喜灵台 杨枝一滴洒尘埃 敌慧消灾 香焚宝顶 气达仙天 微光选赫皆祥烟 降见此心前 开经济 妙经传宇宙 度人出迷津 晨婚前奉送 祈福即来临 口诵心而为 朱节不相亲 逢凶化为疾 宅舍或甘霖 开经赞 焚香叩请 香花相迎 朱天神圣 降谈亭 家宅放光明 降见微城 永护众苍生 闺命 普渡皇陵 神农大帝 少典太子 开寒眼傲天尊 无极魂玄老祖赞曰 神农是古帝王也 生于江水 以江为姓 以火德王 起于猎山 长百草以辽疾病 历世禅以通货财宝 赞天帝化玉之功 祈瑞哲文明之圣 祈恩德 永垂万世于不朽也 古时文明为起 大道未昌 未有蚊子衣冠 以及烟火食物 人民学居野储 日夜禽寿为武 未必灾患 购物为朝 以树叶为衣 以花果为食 代神农士 教民驾塞 先至做农耕器具 始从事拓荒开田 舍礼炊事 以养人民 又冒生命之险 新肠百草为药 辨别毒性药功 诊疗民间疾病 设置世禅 广充货财 有益于世人 其功无穷也 甲午真经 宝民造 新有妙经明敦成 而今逢武运 婆心度众生 凡育恶难来临 神前忏悔削迁 前程礼拜 恭送妙经 信寿奉行 感应异常 地听圣训 永瞻极庆 神农大帝一时妙经 本卷 晶云 耳识 神农大帝 端居清须宝殿内 与诸大罗仙长聚 共进火早 畅序玄机 张开慧眼 见诸世界 充满黑气 迷惑武浊 一切众生 职资五蕴 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刀兵积锦 温皇朱节 尚不知修真乐道 而尼未先天灵性 行善者少 作恶者多 地金悲悯 死等苍生 故言妙经 执迷开绝 物恋人间富贵 莫贪尘世荣华 早舍情缘 抛弃名利 了悟因果 拖出轮回 回头诗案 共登灵山 御尔下界 地听圣言 欲解诸般恶难 每逢良辰即日 或在坛堂 或在境处 焚香礼拜 前宋妙经 净乎圣号 圣子降临 上至宋子经 而明善复出 下至念此经 而弃邪归正 病者得欲 亡者超生 逝者至仇 农者丰收 功者获益 伤者力增 千灾扫灭 百福来临 由此灵验 祷告移成 有求皆灵 无怨不成 大帝约 鸿蒙未叛 混沌初开 无极生太极 太极生两仪 两仪生四象 四象生五行 弃之清清 上浮为天 弃之重拙 下宁为地 人居中央 世卫三才 天地与阴阳相细 日月与魂魄相生也 阳属火 阴属水 金者魄也 目者魂也 魂不离魄 魄不离魂 金非目不克 目非金不生 阴即阳生 阳即阴生 阴圣阳衰 则亦阴以伏阳 须补阳火之不足 阳圣阴衰 则亦阳以伏阴 乃至阴水之有余也 男女有魂魄 犹如天地有阴阳也 天一属阳 第二属阴 人三而聚阴阳 由魄而魂 以成体也 魂者先天之命 魄者后天之性 天命之魏性 阳中之阴 人生之余命 阴中之阳也 天之生人 缘无非命 人之性命 自害其生 心受六贼 精神被其所夺 口汤五味 寿命为其所捉 以至为老先衰 而寿命不长也 人之生 须赖天地之培养 乃能保体已长大 身之初 须靠亲师之教训 乃得达理而闲能 人之肉体 半阴半阳 以之养生 保固坚强 为生修养之大道 分为体力与精神 体力之修养者 夜要早眠 朝夷早起 饮食有节 工作有时 不可过劳 不可忧虑 肾风寒 防疾病 肠运动 肩筋骨 飞机误食 多食伤皮 非可误饮 多饮伤胃 酒食伤血 酒烦伤脑 酒卧伤肠 酒立伤骨 酒行伤筋 酒做伤肉 善于调射 自然康强 身心安泰 福寿绵长野 干熟木 莫伤于春 心熟火 莫伤于夏 故立冬至立春 一故木火二藏 以免春夏发生疾病 肺鼠筋 莫伤于秋 皮鼠水 莫伤于冬 顾立夏至立秋 且养金水二藏 以免秋冬发生疾病 时时调和精气 刻刻流通血脉 能春夏顾其甘心 秋冬养其肺肾 则中央脾胃自强矣 精神修养之道 比较重于体力 修养精神 陈缘一绝 莫滩富贵功名 修以九色财气 节其品 端其行 无所贪婪 守其器 养其灵 无所清举 品德之龙 物宜自重 明节之贵 更要保持 耳不听谐语 而性清静 目不试验 而心光明 内安真性 外除妄想 借暴怒以养性 借忧虑而定神 外对静而忘情 内悟空而绝育 心无杂念 俗虑俱娟 寡言手气 寡思安神 寡欲不精 血气自调 心火下降 渗水上升 水火融合 性命合一 游山玩水 养我浩然 制造工 心存济世 小利果 愿报度人 恶善以修外功 村产而陪内果 陪其精气 养其真元 寿命必长 神仙可证 精神修养 修以无形 莫指之保固体力 而疏忽精神修养 体力修养 不得其道 伤害在身 以至未老先衰 精神修养 不得其法 不但身家受害 且央己子孙也 天无日月星 乾坤不明 地无水火风 万物不生 人无精气神 躯壳难长存 三光者 天地之正气 三宝者 人身之精华 人生负载之中 最宝贵者 精气神也 玉宝三宝 寡玉为先 一旦三宝耗尽 四大换身归化 一师人身 再富难栽 故精以化气 养气以安神 三宝充盈 全人大命 人生之贵 万物之灵 灵得阴阳二气而成行 身受父母养育而成气 养我生身 无为不至 一落后天 必染沉情 未争名利 沉迷酒色 岁望本善 喜酒成恶 一步之差 终身为恨也 归佩天地 养气而来 赫天岁月 故精而获 目有根则冒 根断则枯 灯有油则明 油尽则灭 鱼有水则生 水河则亡 人有气则活 气托则死 故能守三宝 而配阴阳 万病不生 而寿命长矣 长生之道 莫善于寡欲 养生可以严灵 寡欲可以避结 强健身心 以附加记 宝夕经历 以凡子孙 切勿贪欲 视色如命 夫妇之间 恩爱情众 已有节度 方免伤生 夫妇者 所仰望于终身也 自情纵欲 终离牢急 要使网孝 深入黄泉 尚愧父母 下磊子女 生为无用之人 死为淫恶之鬼 岂不可惜灾 天有不测之风云 人有病死之技术 人生百岁 难免无病 不幸而病 必须严医 诊查治疗 够药投福 并加以谨慎 选择学识精明 经验丰富 得数兼备之良医 以免耽误病情 诸药之性 各有其功 分有君臣 左使 温良 寒热之别 用药之道 须先试药之法 分有五味 酸属木 入肝能收能脸 苦属火 入心能泄能造 肝属土 入皮能补能暖 心属筋 入肺能散能润 咸属水 入肾能软能煎 此五味之一也 其次须知 药物体质 清须者 福而生 福而生 可以上入心肺 重视者 沉而降 可以下行肝肾 中空者 发表 内食者 功力 支者 达四肢 皮者 达皮肤 维心干者 内形五脏 枯燥者 入气分 润泽者 入血分 此味体质之之药义也 升降臣服之能 厚薄轻重之用 或其一而未疏 或味同而弃义 何而言之 不可混用 分而言之 各有其能 气为阳 胃为阴 气后者 阳中之阳 气保者 阳中之阴 胃后者 阴中之阴 胃保者 阴中之阳 气后则发泄 气保则发热 胃后则泄 胃保则通 肝心发泄为阳 酸苦肾泄为阴 咸胃发泄为阳 淡胃涌泄为阴 轻轻浮生为阳 重灼沉降为阴 阳气出上窍 阴卫出下窍 清阳发凑理 灼入五脏 清中清培养精神 灼中灼强 见骨髓 此为阴阳之义也 用药之法 当之标本 以身体而论之 外为雕 内为本 气为雕 血为本 阳为雕 阴为本 六腑属阳为雕 五脏属阴为本 以病情而论之 先受病为本 后转变为雕 凡治病者 先治其本 后治其标 虽有数病 弥腐去矣 若先治其标 而后治其本 邪气滋慎 其病一间 若有中满 无问标本 先治其满 为其吉也 若中满之后 大小便不利 亦无问标本 先治大小便 四治中满 胃油及也 或先并发热 而后并吐蟹 引起不饮食 则先治藕吐 后进玉食 方间治蟹 带元气烧腹 乃攻其热耳 此所谓 缓治其本 急治其标也 除大小便不利 中满吐蟹之外 应先治其本 不可不知也 身为一事 一礼一经 保救及之心 存济困乏之愿 或有祖传灵方 切勿密而不宣 应以并加性命为重 心存善愿 行依旧事 功德无穷也 天生万物 为人最灵 阴阳旋转 受之成形 歧途没入 圣御小灯 修养神器 保固元经 身见行固 心定神经 南敦忠孝 女手结真 慈悲爱物 戒杀放生 处事身正 揭物之成 言行赌尽 贫义幽明 修持道德 涵养性情 不贪利欲 不目公明 上天护佑 家庭安宁 秦村玉板 前宋真经 外公造就 内果修成 将来善报 兰桂显荣 门眉振起 破唤不生 天无私父 地无私宰 日月无私赵 人能无偏私 可与天地合其德 可与日月合其名 祭此三奇 方方多难 宋子圣文 信寿奉行 所其如愿 一切皆灵 而座济曰 招宋此经 心气和平 目宋此经 梦里无经 世宋此经 云路飞腾 农宋此经 五谷丰登 恭宋此经 记忆背经 商宋此经 财力风盈 常宋此经 灾祸不生 又有六甲 左有六丁 万神听令 号召雷霆 原亨立真 积极如律令 大帝崇告世人曰 五本慈悲 策引婆心 未忍群伦 受诸恶难 上奏金雀 恭送欲旨 著作一时妙经 广布天下结缘 上至宋此经 明善而正圣 终人宋此经 作福而心成 下于宋此经 弃邪而归正 怨而下见 善难信语 口诵心为 功德无量 欲解恶难 每日晨昏 或在谈语 或在家庭 焚香礼拜 前拜朗诵 净乎无耗 遇难无字降临 有求皆应 无怨不灵以 要师流离光王佛赞曰 经功圆满 满世祥云 吉星拱照 必有家门 圣佛解恶 仙神通灵 妖魔拱手 鬼怪灭形 诸兴烈秀 定破安魂 四十八节 福寿长增 男女吉庆 家国安宁 深怨善众 信寿奉行 完经济 朝夕宋此经 四季亨利真 恶解千祥及 栽消百福增 神仙常庇佑 老幼霍康宁 向善修因果 家庭自通亨 完经赞 圣经一卷 万事流传 神光普济 利人天 解恶灭灾迁 宋元经篇 恭送神佛仙 闺命 普渡皇陵 神龙大帝 少典太子 开寒眼傲天尊 闺命 普渡皇陵 神龙大帝 少典太子 开寒眼傲天尊 闺命 普渡皇陵 神龙大帝 少典太子 开寒眼傲天尊 神龙大帝 一时妙经 中 闺命